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艺术品就从12年到现在也有6年是下行的 其中有两样东西是一是上涨 一个是进入踏片 一个是印章 说明以前就是认为很高端 很难懂很难进入的东西并不难 因为现在来买的人都是年纪轻的人 事业有成 它现在形成一个全面的一个体系 高端的三千万的几百万的到几十万的到几万的都有能买 那么这个是在我们没有大推动的情况下没有形成的 如果我们通过石顾文这样子的推动 那么把我们对杯铁的鉴赏鉴定 推到另外一个层次 更广大更深的一个层次 我说我们这个是顾文大厂是起了一个很大的罪 因为现在就是说媒体啊 这印刷品啊都都比过去发达了多 那我想我真的是感恩这个社会 我从一个也是等于是磨磨碌碌一窍不懂的人到现在 那么这个都是改革开放给我带来的 所以任何东西我觉得是要学 那么我们作为一个 这样这个被收藏单位了 实际上做这个大战 实际上是一个有这个能力 第二我们也实际上也承载了一定的这个义务在里面 所以我们不过是要调动一下自己的手段 那么这个手段就是一个展览 包括媒体 包括出书 包括不断的讲座 或者带领来看 我觉得这样子一来 这个社古文这个展览 肯定不单单是从社古文这个角度去看它 可能会带起来一个全面的debate的这种做作 那么实际上 现在的思维都是多元思维的 就是看了社古文以后 他可能会联想其他 他都会去研究的 现在资料都丰富 那么那他们形成我们饭和茶 与其他谈明星以外 我们到很多都谈背体 谈书法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中国人特有的一个很好的氛围 将来 我有信心 我们中国人将来领先的就是文化领先 那文化领先里面 我们的背体是高端的 所以我们中国人 对这个传统文化的热情 你把它点蓝了以后 真的是很厉害 原踏跟印刷品的区别 比如说我们看图章 有些人为什么一直刻不好 很多人刻了几十年印 他说他原踏印不是第一次看到 因为这个印刷上面的细微差异 他知道了 他说我自从看了你这个原踏 以后我知道怎么用这个看原踏的方法去看印刷品 那么我想肯定中国人很聪明 你看了这个Saku的很好的 这么多好的踏本 他也会用举业反扇 用这个看原踏的方法去看印刷品 然后呢 就带动他们的对比 还有带动他们的互动 你要注意培养 培养他们这个厂家的兴趣 不要看他现在不懂 只要你赢到以后他就懂 我们有些人原来买几万块的 现在买上百万的什么都买 这个是从商业的角度 但是从学说研究跟这个角度出去了 也是这样子见经式的 所以我们要带动各种各样的人 把他原来的论制度把它提高一步 实际上也是我们对这个社会做的一个特殊贡献 那么让他们欣赏 让他们这个写书法 是从国中各样这个选项里面了 都通过我们这个展览 有所进度 这不太伟大了 你想 他是从大传变为小传 过程上的这样过头体的这样这个书法 凭空呢 就出来这样一个体 前面没有古人 后面没有来者 前五古人后五来者就出来这个体 以后就没有了 你从他的雄厚程度 从他的张势性 两边把他空 当中把他掉空的每个字的结构 真正好好 大小放在这个鼓里 位置太精准了 你想他要歇歇了 铁儿子还要把他刻上去 哎呀我想这个古人太厉害了 而且通过这个时代的变迁 很多 苍茫感又在里面 更加给他蒙上了神秘色彩 你说新开好的时候 当然是完整的 但是味道 时代的味道实际上是很厉害的 感谢观看